3.5 奧地利国会大选 开出九成票数之后 确定保守派的人民党成为多数党 而年仅31岁的党主席 同时也是现任外交部长的库尔茨 因此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他曾以25岁的年纪 出任移民荣和部部长 27岁就当上外交部长 创下全欧洲最年轻外长的记录 也让他在今年3月被时代杂志 选为新世代领袖之一 今天是一个强烈的努力 为我们的国家改变 我感谢您的努力 您可以做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创举优独播剧场—— 近年以来在法国和德国大选中 极右派政党都在国会 抢下不少席次 换句话说 反移民、反伊斯兰的保守主张 在各国都赢得不少民意支持